别的知错就改不坏还真成了部分人的发财之路吧 根据酒派新闻的报道 8月19号胖东来接到顾客反馈 称在他们家买到了隔夜三文鱼刺身 随后胖东来对反馈该问题的客户 给予了10万元现金奖励 并且给临近时间段的客户全部办理了退款与1000元的赔偿 但是由于这个事件过于巧合 从而就产生了不少的质疑声 一个新入职的员工就这么刚好在一大批 就要按照规定销毁的三文鱼中 挑出了三合又刚好摆了出来被打假达人抓到了拍了照 第二天又这么刚好又被他买到 其实早在胖东来赶面皮事件赔了800多万的时候 就有人提出这么大手笔的赔偿 会不会引起一些别有用心人的仿效 套用新乡市民的话不是不能检举 但是胖东来实在是给的太多了 随着质疑之声的愈演愈烈 8月26号晚胖东来超市发布了补充声明 1.奖励是胖东来主动给的 2.不存在促销与举报者内外勾结的情况 3.问题出在供应商的促销员 他不舍得浪费 通编下来我们就看到两个字 格局 不管检举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胖东来承认自己确实没做好 咱们就说这样的良心企业能不能早日开出河南呢 2.8.10.201 2.8.101